我吃饭我也请您吃饭 我吃饭我也请您吃饭 我喝茶我也请您吃茶 我喝茶我也请您吃茶 错了不是 没错 您跟我学说几句话呀 前两句都学了 第三句为什么不学呢 说起德云社邵帮主 大家肯定第一时间想到的是郭麒麟 而今天要说的可不是他 而是曾经的德云社丐帮邵帮主李晶 说起李晶 大家伙应该很熟悉 是德云社的三大创始人之一 俗话说 能和你一起富贵的人 不一定能和你共患难 而李晶可是例外 他是能和郭德纲共患难 但却没能一起同富贵的人 十七岁时便和郭德纲一起创业 一起经历了德云社最艰难的时期 却在德云社进入佳境之时 一去不回 那么李晶是为什么要离开德云社呢 离开了德云社之后 他又做了些什么呢 今天就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李晶的德云之路吧 李晶1978年出生 虽然李晶并不是出生在曲艺世家 但却十分具有曲艺天赋 在七岁时便可以把只听了三四遍的 四十分钟的珍珠翡翠白玉汤 完完整整的说下来 其中的节奏和韵味都十分到位 而母亲见儿子有这样曲艺天赋 十分开心 便将李晶说这段路成了磁带 珍藏了起来 父母见李晶正没有曲艺天赋 便专注培养了李晶这方面的天赋 在长大一些后 便拜了快板书艺术家梁厚明先生为师 那时候李晶正在上高中 学业非常紧张 但没了自己心中的快板 李晶每天放学后都会骑车 去先生家学习 每天在路上骑车 就将近两个小时 但他就丝毫没有觉得苦 功夫不有心人 李晶因自己出色的能力 成功获得了全国第二届快板艺术大赛的一等奖 可谓是英雄出少年 而他北京丐帮少帮主的称号 也与他快板说得好有关 在2006年 于郭德纲 于谦 高峰四人 一同拜入金文生先生名家 锦修评书艺术 随后在同年拜入相声名师师盛节的名家 1995年 还是学生的李晶 便跟随郭德纲和张文旋 一起创办德英社的闲针 北京向的大会 起初德英社的发展就像是盲人摸虾马一样 三个人谁都不知道德英社到底能不能 撑到巷上好起来的那天 辛辛苦苦的一场演出下来 别说挣钱了 有时候连盒饭钱都不够 而最难的事还不止这样 那时候不光台下的观众少 台上的女人也少 基本上一场节目就靠他的三人硬撑下来 开场李晶上台打个开场板 郭德纲和张文顺再各来一个单口 三个人再来个对口和群口 一场演出也就这么撑下来了 那时候虽然苦 但三个人都没有感觉累 都在一直默默支持彼此 坚持这体路 终于在他们三人的坚持下 德英社迎来了转机 2004年 于谦正式加盟德英社 同年 洪耀文老相叫 又主动打电话联系 最后 将郭德纲 收为头领 在广播电台工作的大方 偶尔也会自己到德英社 录一些相声 拿到电台播放 就这样 德英社慢慢的火了起来 而这其中三个创始人 每个人都功不可没 李静说话 满条思理 长得文质禀笔 颇有老先生的风法 而郭德纲 也确实 有意跑着他 不断在观众的脑海中 塑造李静 慢性子的形象 而这也确实成为了 李静的舞台形象 直到现在 再提起李静的时候 许多德英社的老粉丝脑海中 还能浮现 李静 慢性子的性格 和形象 而李静的表演能力 也确实算是不错的 在德英社捧根的功底 也是数一数二的 在舞台上 总是能拿捏得恰到好处 在2005年 与搭档和一美 一起合影 我们幸福 中国获得 北京象牢品要求赛 相同的专业组一等奖 时间不知不觉的 就到2010年 在这一年 李静决定退出了一首 许多人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十分震惊 在最快点的时候 李静都陪多德纲走过来 如今进入佳境 却退出了呢 很多德云社的老粉都觉得 是因为那时候德云社有难 李静落井下石了 但其实这只是表面原因 并不是真正的原因 要知道过去这几年 可是德云社高速发展的时期 即便那时候的德云社 风波再大 可能再大 也不可能像最初那样撩倒 而在多年后 李静也曾在节目中 透露出了一点消息 当时德云社的名称确几 后台的氛围 也随着郭德纲的大火改变了 以前的德云社 在演出前 只有是没有其他工作的演员 无论什么时间的 一点半都要到达剧场 为演出提前做准备 和师兄弟们一起聊聊工作 增进一下感情 关系十分疑洽 后来在德云社火了之后 老演员们的分分离开 也让他觉得 没有说话来人了 十分不熟悉 再加上之后郭德纲火了之后 已经把德云社 当成自己的事业去发展了 在2009年的时候 郭德纲看中了像商业市场的老头 准备将这个市场做大做强 同时还牵头弄了一个 德云联盟民间相声团体 其实从做事业的角度来说 郭德纲这一做法是完全正确的 能把事业做大做强 引进学相声的人才 但是站在李晶的元老角度看 事情就看得不一样了 他觉得应该引进 好地向上了 而不是招出一些 一点经验都没有的白纸眼 就这样李晶毅然决然地 放弃了德云社创始人的地位 与郭德纲背道而驰 虽然他的出走 让郭德纲十分难受 但这也是没办法改变的事实 李晶在离开德云社之后 相比其他离开德云社的人 过得还是十分不错 充满了星夜巷的绘团 把部分退出德云社的旧人们 都收入麾下 如今李晶的事业 算不复合水旗 但也算是能维持升级 除此之外 李晶偶尔会参加综艺节目 和地方卫视的春晚 李晶虽然离开了德云社 但却并没有像其他 离开德云社的人一样 对郭德纲获够大骂 后来接受采访时 也没有说郭德纲半句不好 在被问到郭德纲为人时 他也没有带一点私人恩怨 给予了郭德纲很高的评价 而现在他与郭德纲的现状 就是个子安好 在郭德纲儿徒烧病结婚的时候 他还闲去捧场 可以看出 虽然他与老郭的关系 虽然没有以前那么关系亲密 但也没有说差到不行 而这也让学的德云老粉 纷纷感叹 希望李晶能回到德云社 虽然大家都知道 这可能几乎为零 但还是忍不住 希望能在某一天 在舞台上 再看到李晶和郭德纲 同台演出 总之 无论李晶之后的发展道路如何 都希望他能一直顺舌利利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